你聽的是Only One Radio 我是何輝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人及嘉賓之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足球解讀 重新出發 Only One Radio 一足即發 大家好 我是喵喵張學陽 這裏是我們的世界 這裏是足球的世界 足球解讀 帶來不一樣的世界 我勸你 酒點跪去 我勸你 酒點跪去 我勸你 酒點跪去 你說你 不想跪去 只叫我抱著你 柔柔海風 輕輕吹 冷卻了也火堆 我看見傷心的你 你說我 暫捨得去 如何太入住你 如何知悔 只得輕吻你 發變 讓風繼續吹 不看見 不看見 心裡 極慌夢 希望流行 灌著你 風繼續吹 不看見 心裡 極慌夢 希望流行 灌著你 風繼續吹 不看見 心裡 極慌夢 记忆 何妨与你 一起去追 要将忧恶苦痛细去 有情物我愿记彻 要强忍离情侣 未许他向下随 愁如梳眉头醉 别离类始终要下随 我已令你快乐 你也令我每次追忆 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 留住眼内每滴泪 为何仍天逐漏抹抹睡 我愿你早点归去 你说你不想归去 只叫我抱着你 游游海风轻轻吹冷却 了夜火堆 我看见伤心的你 你叫我暂捨得去 哭泪忍住你 如何滴泪忍住你 如何滴泪忍住你 我忍不忍住你 不忍愿不忍住你 心里也有不愿流泪 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的夜 何妨与你一起去追 要将忧悟痛适去 有情勿以我怨记彩 要强引离情侣 未去趴向下睡 仇如梳未透醉 别离类始终要下睡 我已令你快乐 你也令我痴痴追女 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 留住眼内每滴泪 为何仍断足流抹抹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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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仍断足流抹睡 刚刚听完的就是哥哥的风继续吹 今天录的时间大家都猜到了 4月1日是12年前的今天 哥哥是离开了我们 今天当然走不掉了 其实今天回录这个节目 最大的原动力都是有两点的 第一点当然是怀念一下哥哥 所以今天就希望播些歌给大家听 同时间也有一位离记的好朋友 神奇队长也做了一个告别赛的 今天也很想开麦讲一下 其实坦白说一句 热身赛再加上就算是欧洲国家杯的外围赛 我今年已经说了 如果有听我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欧洲国家杯现在的制度是24队 根本上太容易会进入围 因为其实欧洲有多少队球呢 再者就是根本上 你那个排第3队都能进入的时候 其实很多边缘球队已经可以进入 没办法啦 因为其实都很明显看得到 欧洲的足协和FIFA 大家在争一些东西 政治上也好 什么也好 都在争斗中 所以有很多东西大家都要去比下去 亦都是一些政治的 他们的政治筹码 最说都是 帕丁尼很想做FIFA的 主席 所以他们都要在欧洲那边 会尽量去吸纳多些好意 即是吸纳多些人玩 从而中就在那些第三名 那些边缘球队 或者就算不是边缘的 都会觉得他真的帮我们谋福利 可以大家去争一口气 这个也是一个政治上的解读 不过这个也不管了 但是问题就是 令到赛事的肉紧程度 比起过往的这么多年的 欧洲国家杯外围赛 真的失去了个意义 包括球队 你都看得到 今次的编排就是 他们打完星期六 28号的比赛之后 接着30号 就已经再打多一场的友谊赛了 在里面的过程当中 就有很多强队对立 为什么他们都愿意去对 因为欧洲国家杯的竞争性的压力很轻 同意中有好有不好 可能在另一个角度看 这件事就是好事 好事是什么事呢 就是令到强队很容易入围 他们去踢这些友谊赛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够胆放一些 放一些人出来去对 我今天坦白说 我都不是十分打算去 说里面的入球 或者各方面的东西 其实我想一个都不说 不过有几条片 我看了 我觉得都可以说 因为你看到 其实 荷兰主场对土耳其的打和 他们都不觉得是什么一回事 其实坦白说一句 重点就是大家都知道 哎 救分头三名 出到就OK 没什么说第二第三 就是到时候又要再抽签 坦白说一句 欧洲国家杯 我们以前都觉得就是 入到那16队球 那4组 其实早早都难打的 所以一开始就很好看 其实我觉得是比世界杯更精华 当然里面可能缺乏了几队 南美的大哥 里面包括阿根廷 巴西 其实其他的球队 大家的参与性内 其实都差不多了 所以变了 当然在这么多组分组里面 我都轻轻地说一下 就是说一下的意思是 说一下那些有机会出线的那些 但是你说里面的入球 其实昨晚黑 星期日那晚黑也都是有些国家杯的 有些国家队是有些外围赛的 当然我想大家在我觉得最关心的那些 当然是星光熠熠的 这两个离物浦的邀请队 即是四哥的邀请队 对加力查的邀请队 这两队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 觉得更刺激一点 我今天其实也是会自私一点 和主导一点去说这一场比赛 今天说到这里也听不到第二把声 你就明白今天其实也是只有我一个 这个情况会是去到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真的要问一下肥马哥 当然因为我这个时间 既然他们不行 我也不想就他们 我就在一些较早的时间 我去录下这个节目去 分开说 因为今天开麦最主要的事情 不是为了这两个事情 而去开麦去说一段废话 浪费大家时间 重点是 我自己觉得 我要坚持这个节目 我应该有我的责任 我需要回来做给你的 哪怕节目有多长 哪怕节目有多短 总之 答应得做 我就一定要去做 所以就算材料上不丰富 资料上不丰富 球队的东西 不太好看 那我都去说 因为我相信 坦白说句 如果你说技术分析 是真的不太多东西 给到大家的 今天 因为我看到很多长波的精华片段 我很想说 第一坦白说句 我找了很多资料 看完之后 和入球 确然是 没什么去分享 而且我坦白说句 我告诉大家 不好意思 之前有忘了一点 我都没有看完 那么多全场的赛事 所以也很难做到太多的分析 只不过就是概括去说一下 希望大家都养成一个 在星期三 会拿足球解读来听的一个习惯 你可以这样去解读我今天的动作 因为我今天真的给你的波 讲片那样东西都不会太多了 只不过是想 简单去描述一下 现在还有什么比赛 更新一下 当然 在这里讲之前 有点想说一下四个 我想 这个 其实欧洲那一杯 我相信 大家也有很多资贱果 要我这个 这么差的口水佬来说 这些贱果 其实好像 没有太大意义 所以我也是 简单去读了 他们刚刚踢完那一周的比赛 但我也不想读了 其实我 不如这样吧 简单去读了 我讲话好像没什么意思 真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我都好像 其实真是 資料上不是太多来说 反而自己的感受可能更多 就是 对于四哥 或者 未来的英超的预测 我想我可能感受会更大一点 那 讲了那个 就是欧洲国家杯的外围赛 踢完之后 那个情况先吧 A组 捷克就 带头了 13分 冰岛 也12分 荷兰呢 不知为什么 被土耳其抠着抠着抠着上 刚刚这场球 就一比 其实现在荷兰有点危 幸好他和土耳其 如果他输了 还是比土耳其呢 他就大获了 因为 输民就排第四了 不过坦白说 我对何 就很有信心 我觉得他不会玩到 连第三都没有 只不过就是对球 我觉得他在世界背后也好 或者他有点点重整之下 以及球员 认不认真去对待 这个外围赛呢 这个一定有很大的保留 至于B组呢 比利时 就带了头 现在就11分 威尔斯也是11分 两队也是带了头 第三队就是以色列 第四队 其实大家都欠第三位 但是 现在看得到 就是以色列已经 带了少少下面的三队 包括赛普洛斯的6分 波斯尼亚的5分 和安道尔 就11分 这都应该就不需要怎么看 就是说 其实现在只差一个 比利时而已 就是第三队 第三队 我想 暂时看上去 以色列稳定一点 另外那两队 都是差不多分 如果如无以外 我按照数 大家打了十场 还有一半未打 唉 都很难说 但是前面那几队 应该会稳定一点 因为已经拋掉了 头两队起码稳定 先看看 斯组 斯组佛拉克还稳定 比起西班牙的成绩好一点 他直接是5-3-15 15分 取得了 就是整个第一队 就是说 第一个循环 是全胜的 斯组佛拉克 西班牙也不小心 跌了一场 我也忘了他跌了一场 是给哪一队 我先看看 曾经输过一场 我先看看 西班牙输给哪一队 曾经是跌了3分 给这个 第一场 5-1 第二场 对了 就是输了给斯组佛拉克 应该是斯组佛拉克 没错的 应该是对的 跟着其后 近一点 西班牙输了给他 欠了3分 乌克兰输多了2场 如果预模以外 就应该是输了一场 给西班牙 所以他又欠了 就是输了给斯组佛拉克 和输了给西班牙 所以他有9分 其他都赢了 白俄罗斯 紧随其后 但已经4分 有点脱了 马其进3分 路森堡都未赢到 未开赢球 就是1分 我想这一组 这一组 就 我认为西班牙 和斯组佛拉克 我觉得会很稳定 因为白俄罗斯 我想下个回合 那五场 看看有没有奇迹 D组 波兰 11分 德国 10分 德国 一和一辅 失分 在这两场里面 苏格兰也打得不错 有10分 和德国同分 这一组其实挺近的 这一组还有一队 就是爱尔兰 8分 另外那两队 应该是 我们堪称的鱼腩 格鲁加勒 和赤布罗陀 赤布罗陀 赤布罗陀 一分都未得到 格鲁加勒比较高 赤布罗陀 赤布罗陀 我也有兴趣 看看格鲁加勒 究竟是哪个赤布罗陀 应该都是赤布罗陀 没了 所以他就不用包庇了 去到伊组 英格兰 神勇 失五战 5勝 只有15球 失一球 平均一场球 入3球 15分 已经带了 然后跟着的斯洛文尼亚 就9分 瑞士也有9分 纳陀丸唯一可能有机会 威胁到他们的就是6分 爱沙尼亚就4分 聖马利鲁就没赢过 只和了一场那么大把 就有1分 好罕见地的和波 就是跟这个爱沙尼亚0比0 我想这一组都应该没什么 原念 英格兰应该一定OK的了 看看另外的三队球 甚至是四队球 都争了 但也没什么争 斯洛文尼亚和瑞士 我觉得是比较稳定 挺没意思 说几早球 你还叫我说些入球 更加好像没什么意义 所以这个星期 一节可能都可以交代所有 F组 罗马利亚和巴尔兰很紧 只是差1分 一队13 一队12 匈牙利 排在后面8分 芬兰 4分 法律群岛 3分 最失望的那队应该就是希臘 我也有看一些精华变断 希臘这队帮我想 开始有少少 那些所谓的元老 或者是够级数的球员 退了之后 有少少青黄不折 所以这个外围赛 真的打得很肉酸 应该都没什么机会 还有五场 难道真的可以赢了 上来 这个要看看 这队我想 罗马利亚 不爱机会高 匈牙利也应该高 因为芬兰 最不喜欢得到匈牙利亚 很快就去到G组 奥地利大了头13分 瑞典9分 因为瑞典最大问题 3分是和了很多场球 这队被他打烂了这分 俄罗斯也是排第2 5分 黑山也5分 列支津士登4分 摩尔多亚也1分 其实这队我想 还是乱一点 因为有两队 五队一队4分 都是尾巴尔得4分 列支津士登4分 黑山和俄罗斯 正如这样看 现在黑山和俄罗斯 欠一个位 列支津士登 大家都知道 水准都是一般般的 再看看他能够开 因为他没有理由 没有开 没错 他也是小胜摩尔多1比0 才拿到3分 又是1分 所以这两队 应该都 没什么懸念 最主要是黑山和俄罗斯 欠那个位 瑞典如果稳定一点 应该到问题性都不大 那去到 不好意思 H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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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了 只和了一场 我看黑洛地亚和那场 是否和意大利 因为他们和意大利同组 是否和意大利 是否和意大利 是否和意大利1比1 所以他带了头13分 意大利11分 挪威9分 保加利亚5分 阿塞拜疆 不是 阿塞拜疆 不是爆疆 3分 马亚尔塔 1分 基本上 我想意大利和黑洛地亚 应该没什么问题 只是看看 保加利亚能否追到挪威 这组也是很简单 最后一组 I组 这组 当时我们看 应该 打少一场的资料 所以 我手上的资料 是打少一场 但我相信分别应该不会太大 普普华 丹麦 普普华9分 丹麦7分 阿尔巴尼亚7分 蔡维亚被罚了3分 所以只得1分 阿美利亚又是1分 就是这样 这组 我自己觉得 前面那两队丹麦 都不会走得掉 看下 都走不掉 应该是阿尔巴尼亚 因为阿尔瑞华被罚了3分 应该差6分 差两场的赢球 应该也没什么机会 大致上已经搞定了 把整个欧洲国家 外围赛的东西 首先说出 期后 跟着 要讲一下 当然要讲一下 我的自私精 当然要讲一下自私的东西 当然要讲一下四个 在看这个影片之前 我也有些资料 可以给大家 给大家 对不对 我们这些都会知道 需要给大家知道 究竟情况是怎样 可能有些朋友 跟朋友都一样 像我那样 都未有空去看 因为那一场波 挺狠狠的 因为没有一个 有线 不知道有没有播 我们听到很多朋友 都说看不到 直播 我有看 但我蒙正 真的很难想再看 我想我会下载回来看 因为这些太纪念了 甚至会继续了 再讲一讲 一开始的时候 借拉特 龙门是中司 右门是借拉特 然后 然后有 中司 然后是格连庄神 然后有一个 A 就是拉特 我记得好像是 他的老表 如果我没有记错 是他一个老表 那时候他们对过同场 我忘记了 那场是什么杯赛 联赛杯 还是组统杯 就好像联赛杯 然后有泰利 还有怀斯 中场当然是四哥 自己的队长 沙比亚朗素 沙比亚朗素 路澜 巴布 和闡街 闡街 闡街 是以前的 金拇仔 再加上亨生 那边开始 加力茶队 就是联娜 然後是菲尼筋,菲尼筋可以踢,如果他出回後對於利物浦的集位都會有幫助 雖然他踢逆位就太太太 加力查,Kerry,艾比努亞,盧卡斯利華,Servy,基維爾,唐寧,杜奧巴和巴雅神 在加力查那邊玩,進入第一個球,很多人都知道,那個球就是巴雅神 其實那個球一開始第一腳,就是杜奧巴先射了一腳,中施封出來之後,搞兩搞,Servy給了巴雅神 巴雅神控都不控,第一時間射到軟柱,被人串到平時,不見你進得那麼漂亮,打這些表演賽就進得那麼漂亮 當然啦,沒有人逼著他,他又有一定的技術,不過是傻的,這個球是射得挺漂亮的 當然也有一個問題就是,旁邊的Servy亞路索是站在那裡不出腳的 OK,就是完全站在那裡,免得弄傷大家,站在那裡,放一下他,退後 Servy亞路索是退後給你射,免得你射,你這麼喜歡射就給你射,四哥又不去封他,任由他射 首先加力茶隊領先1比0,其後直線也很漂亮,半場一個直線給進去 然後杜奧巴玩兩玩,一個插花,過了中施之後,射成2比0 其實真是,哎呀,為什麼這球四哥退休,你們弄得好像大嫂人家一樣 這球四哥退休,但這球四哥也比得很漂亮,比穿了,單刀,很難的 杜奧巴那些很難說不進,沒所謂啦,不進球 這個球四哥也比得挺漂亮,但比那個我看不到是哪個 黑的,好像是不是杜奧巴呢? 不是,單刀那個就是杜奧巴,一定不是,比那個是黑人球員來的 好像是巴臣不給,還給他,2比0,去到35分鐘,阿蘇這球球正給了12碼 給了12碼,這個球隊的,連帶就說這個球很矛,怎麼搞的 然後就在那邊玩,四哥就進去,拿了那球就自己主射了 看這個球,有沒有機會給12碼,不給亨生,這邊轉身那個就被他掃掉了 掃掉的那個就是,對啦,是巴布來的,對不起,是巴布來的,已經看到近鏡 四哥是12碼,其實很漂亮的,射得都很漂亮,放在角度 有2賽2比1,36分鐘,挺好啊,挺開心啊 就是,都是追上球先啦,不要麻煩啦,有什麼所謂的,大家都是表演性質 大家都是來賀阿四哥,在利物浦的榮優而已 不過那些數碼他真的看得很漂亮,還OK嘛,對不對 好了,2比1之後,去到67分鐘,就是這個球 這個半場的時候,大家已經覺得很驚訝 這個球有些他們所謂的插水,哈哈 連娜都說,怎麼搞的啊,說他要插水啊,這個球 不好意思,在這裡順便交代一下,其實半場就換了一些球員 下半場的陣容就是,連娜繼續打龍門 有加利,有幾匹子的,然後又有加利查出來踢 又有摩連盧,這邊說的是加利查隊,努卡斯繼續踢 有一個我也不知道是誰,就是龍利,波連尼,比拉美,巴神,路易斯加西亞 那邊下半場就仍然是,中斯、Johnson、丹尼、 接著是Williams,和和克克,四哥,Adam,Siberling,巴布,托里斯 這個就是大家都喜歡的7-8-9,喝到吐了 托里斯,阿蘇,和謝萊特,如果這隊球可以這樣湊起來呢 都真的蠻好看的,果然這個12碼就是由他們3個7-8-9搞定了 8-7,然後7-9,對回來了,8-7-8,8-9,中間被7掉了 然後就12碼,12碼又是四哥 其實都是那邊,第一個上角,第二個地球 終於2-2,都是一場開心球 開開心心的踢這場球 中間裡有人提示了,亨生上半場有一個球 很漂亮給巴布的 全世界的鵝眉短頂,用右腳射,誰知道 左腳彈前了給巴布,射不進 大致上是這樣的,他們表演賽是不足為據的 只不過在這個總括地,你問我自己 對於四哥,在利物浦,莊已經還有少許時間給他踢 我想他環固了這麼多年,我自己也覺得 四哥是一個,我覺得我們又真的這樣覺得 不可以說,從小看見他大五誇張 但都是陪著大家成長,包括我一直都看著 他的位置之前的球員是夏文 我看的時候是夏文,然後才到謝拉特 我看的時候就是夏文,夏文真的踢得很好 然後才輪到謝拉特去踢這個位置 真的慢慢上來踢這個位置 給我感覺這個球員就是很普遍的英格蘭球員 我們可能是舊一代的球員 我們會覺得這些球隊,這些球員 我們會欣賞這個拼搏精神 他的技術,我想在英格蘭來說 他不是一個很頂級 但是有幾樣東西他真的不差,是他的優點來的 一,他的遠射能力 當季的時候的遠射能力很厲害 第二,他的手動不太強 他就是很漂亮的長傳,發球 看著他一路一路進步 之前的時候也是打中場 完全不是打中場 啊,怎麼打中場啊 你這樣一會當然就踢完 兩張黃牌就出去了 因為他都未熟習到怎樣叫防守 一出去了就是 死亂來犯規 後面踢右去 還有他是一個很典型的英式 英格蘭英式球員 即是那些踢英冠那些 或者英甲那些 哇,真的兩隻腳出去了 那些用刀是很厲害的 那麼我們的欣賞 還有他的拼鏡也是很厲害的 即是去到後期 中期或後期 當季的時候 甚至乎歐聯要打右閘 他要左閘 他都照打的 因為他那個服從命令 那個服從性很高 擔任能力其實都算很強 那麼當然啦 其實你問他進攻好些 還是防守好些 他一定是進攻好些 因為他其實都可以 曾經在國家隊 踢到2nd Stryker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 他是值得我們 還有他神奇隊長 簡單的說句 就是他可以令到球隊 會帶來希望的球員 我們經常都會這樣說 就是當球隊 當球隊處於下風的時候 他總是會有機會 給人 或者給球隊的隊友 或者給球迷 有希望的 總之他在這裡的時候 就是有希望 這個是一個 很難去形容給大家聽 真的有這樣的球員 我以前帶的時候 都是有一些球員 你說他是不是領導者 他未必是一個領導者 但是他可以這樣說 他的領導者未必是真的 可以領起成對球 但是他是有一個個人的能力 或者魅力 是可以一個人去影響 整場的球賽 如果大家幾天猶身 可能捉獎杯 那些大家都覺得 萬不驚異 他走過去不撞射 那麼他進回一球 當然要出腳的時候 你有那個信心 不是說 你亂射的 當然他在他沒有態的時候 那些也是很肉酸 犯規的情況也有很多 愚蠢的事情也做過 包括剛剛過去的那一場球 那一球 這件事也證實了 我之前說過的 他是一個很typical的 英格蘭強悍型的球員 我只可以這樣說 當然他在利物浦的貢獻 是不用說的了 我想 認識謝拉特這個球員的人都知道 還有他是一個非常之外國會的球員 我相信他的離開 今次這樣的離開 在某情況上 他自己都逼不得已 我覺得他是逼不得已 但是我覺得都沒有辦法 事意到此 到時候才算他 他美國的時候 會做了些什麼情況回來 你說現在利物浦 還需不需要他這一類型的球員呢 我覺得當然是在精神領袖大於 實際上那個比賽的情況 唯一一樣東西 我覺得這個真是一個可惜 他不能夠圓滿地在利物浦退休 掛向不踢 這是對於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遺憾 一個球員能夠由年輕一路 青年軍到尾 都是一個球會很難得很難得的事 為什麼要去到他的最後一張合約 是需要這樣做呢 這個真是要反問一下這個董事局 當然啦 因為這個董事局已經並非是當時的董事局 因為已經是美國人的掌握 美國人是說需要炮益的 那沒辦法了 這件事大家都明白 但是如果你看回 我又覺得這件事不可以這樣去看 萬聯上市的 他都是這樣而已 他都是把傑斯 是不是 不是我老友 真的是傑斯 Ryan Kiss 養了那麼久 養到現在 然後把他放進去做副領隊之前 還在踢 一年踢的一場 是不是 他仍然可以去簽他 是不是 因為價錢的問題 各樣東西 沒有功勞都有苦勞 這樣是令到很多球迷 對於球會的管理的人 其實會很失望的 但是事就已經定了 這個告別賽都踢了 那沒話說 我只是感覺於是這樣的 沒什麼大感覺 反正他又不是完全退了 還要踢的 是不是 這個世界上 是不是 經常說的 什麼都有可能 哪有得說 希望他如果真的離開英格蘭 踢的時候 我也希望他在美國可以踢得清心如意 如果不是的 就想辦法 就像林伯一樣 看看有沒有機會捐回來 如果他有機會 用任何的情況回來 都是一件好事 個人意願而已 但是欣賞不用說 我可以告訴你 我絕大部分 利物浦的求醫 當然 未有謝拉特之前那些 不算 當有謝拉特之後 我買的利物補求醫 大部分都是印四哥 基本上不用說了 只有一些很少量的 是會有些剛剛的新寵 例如當時的薩仔 托里斯我也有的 羅比堅尼是最慘的 這頭整了一件衣服 頂他快半季就走了 這類型以後 我相信 往後的主要都是四哥 這個是一個 legend 我覺得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然後 我們都需要輕輕去 我去講講 除了這一場之外 其實都有兩場球 都是OK的 國際有儀賽 但是坦白說 我入球真的不講 只不過我想講講 意大利主場對英格蘭 意大利先入球 最後 憑著唐辛追回1比1 阿根廷好像兩場有儀賽都贏 剛剛前晚踢過一場 2比1贏了安格拉 墨西哥1比0贏了巴拉圭 荷蘭有儀賽主場 2比0贏了西班牙 我就看這場球 我有一點點想講 就是你再看得到 迪基亞已經是超fit 但都沒有用 因為西班牙現在我相信 他罵中堅方罵到暈 兩個球很明顯 高球有問題 另外一場就是 這場應該是歐洲國家杯外圍賽 還是有儀賽 沒錯 那場是歐洲國家杯外圍賽 就是比利時1比0贏了以色列 又是高佬 費蘭寧搞定1比0 另外有幾場球 瑞典3比1贏伊朗 哥倫比亞3比1贏伊朗 這個我都不懂得讀 其他有儀賽 包括德國 這場是外圍賽 還是 這場是2比0 剛剛這場是2比0 就是巴西對智利 巴西對智利 1比0 巴西對智利 1比0 巴西對智利 巴西對智利 1比0 巴西對智利 1比0 就搞定了一個新人 18號 1比0 就贏了智利 發覺2比0 贏了丹麥 大致上是這樣的 因為我都不想說太過什麼 還有因為上次 我再次多謝阿黎生 給了一個很好的精華的網站 如果大家想要這個網站的資料 我就試試放在Facebook 你們在Facebook拿 你們記得拿的時候 留下言多謝阿黎生 因為黎生發佈給我的 這個真的都很詳細 有些精華有長有長 要長有長有短有短 真的挺好的 但是千萬不要搞 搞壞它 因為搞壞了 大家就不可以玩 大家就很珍惜 低調一點 大致上 我想外圍賽 國家隊 各樣那樣 我相信交代都是差不多 今天我真的不想花太多大家的 時間去聽一些很無謂的廢話 我想著我真的一節就說完了 所以我就想盡快把 回來之後就有英格蘭聯賽 在4月4日 星期六 這個星期六就真的沒得談 沒得頂了 因為為什麼呢 星期六的頭場 7.9 已經是阿仙奴對你了 這場球對於我來說 對於我對球來說 應該是非常重要的一場 還好的 我看到英格蘭的球員 學神都懂得幫忙 幫忙 收收地 不用被他們踢到殘 而且阿仙奴就是因為我看到 山齊斯也有回到過去 哥倫比亞那邊 飛來飛去希望有少少影響 但坦白說 雙方大軍的陣容 即過往的陣容 上季的情況是怎樣呢 上季的情況是怎樣呢 黏了線地 利記主場 在之前 十二月的時候 聯賽我記得應該是 2比2 剛剛過了那次 很幸運地主場就追回 上季不要說 上季就大勝5比1 我記得 上季的主場 也是2比0贏利物浦 其實你看看很多主場的阿仙奴的球都很少輸給利物浦 真的很少 如果數回利物浦可以作客贏阿仙奴 已經去到11年的8月20日 以2比0贏到阿仙奴 然後阿仙奴的主場利潔也很難贏 相對地利潔的主場也很少輸給阿仙奴 當然是3月份的時候輸過一次 就是上季 真是淒涼 你問我這場球 我覺得大家都欠分 因為之前輸了給曼聯 這場球對於利物浦能不能夠再上Big 4 我覺得是一個最後門檻 如果這場球都輕起來 應該不用怎麼追 所以這場球對於利物浦來說也很重要 其實不是長場都那麼重要 但這場球是非常重要 因為以我所知 可能接下來的時間 阿仙奴還要對強隊的時候 因為阿仙奴還要對車制的 在4月26日還要對阿仙奴 因為曼聯還要對阿仙奴 如果你在阿仙奴拿這3分 變相地曼聯對阿仙奴的時候 阿仙奴能夠贏回曼聯 這樣整件事就不同了 還有在4月19日 即是隔一個星期之後 車制是主場要對曼聯 我相信曼聯也未必那麼容易去抽 而在4月12日那個星期 其實曼聯是有時間抽的 曼聯4月12日對曼城 對曼城 對曼城之後 就對車制 對完車制之後 就對愛華頓 對愛華頓之後 好像就應該好像差不多 還要對... 是不是對完阿仙奴 應該是對完的 即是 你想一下多嚴重才行 幾隊球 曼聯還是要這樣對發的 在某情況上 對於利記來說 如果他贏了這場 就變相地好像幫忙拿回3分 即是拿回那3分的機會 另外當然 除了這場之後 接著10時 因為夏令時間 我要提醒大家 因為夏令時間已經轉回10時 在4月1日 過了4月1日之後就是夏令時間 好很多的了 10時就開球 接著那場 我也覺得會好看的就是愛華頓對沙爾頓 那這場 先說回剛才那場吧 利記那場 我自己個人當然是希望利記贏 但是如果你可以去一個比較冷... 即是怎麼說 中立一點去看呢 那阿仙奴可能都是比較高一點的 那可以試一下... 我一定是阿盤 問就沒有多餘的 所以... 不給可以嗎 不可以吧 我自己不希望可以吧 但是... 對... 45... 對... 45... 45... 對... 45... 我只可以這樣說 即是你有沒有後顧過那樣東西 都顧不了那麼多的了 老老實實 對... 對... 所以... 還有呢 下個星期呢 就... 你記得好一點主場去對紐卡索奧 其實都不容易打球主場而已 那麼... 跟著剛才說的那場 愛華頓對沙爾頓 我自己就覺得 愛華頓好像也沒有什麼 可以爭的情況下 但是他的分數還沒有足夠的 那麼... 沙爾頓我覺得他又不會輸完 因為他仍然有機會 有機會再撩下B4 還有輕微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場球 心水又和呢 我覺得愛華頓 對... 開始走下B4 跟著那場也是 就是... 李斯特成對... 辛特拿... 對不起... 李斯特成對這個... 苦頭球... 韋斯咸 韋斯咸來講呢 現在在排第9 其實就... 分有夠啊 很穩陣啊 其實他比愛華頓還要好 所以... 對... 穩定程度非常之高 應該不會有很大問題的 但是... 李斯特成當然還是胡級 看看他拿不拿到一分 我估計... 現在... 因為有少少風流球的偏向 就是... 韋斯咸 所以... 有機會的... 李斯特成拿一分 主場 我也覺得... 有機會拿一分 和波... 至於... 韋帝球隊... 曼聯對著... 韋拉呢 還有少少... 呼吸的危機 坦白說句 他都還未說... 百分之一百... 穩陣的 那... 這兩隊... 我覺得... 經常都有少量的默契 但是曼聯因為現在 真的不跟你說笑啦 他自己都要分啦 那麼... 是高一點的主場 略高一點點 那麼... 曾經也試過... 維拉 作客贏... 贏了萬聯 那麼... 此事比一試啦 現在的氣勢上 他一定要保持住的 如果不是... 他贏了利物浦那三分 都是浪費氣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對於他來說是一個... 挺重要的 那麼... 高一點的 那麼... 蕭雲斯對喉誠 喉誠呢... 都還在拼命的 以我記得喉誠 現在排15 那麼... 蕭雲斯就上岸了 基本上都差不多 四十三分 還比之前都... 那麼... 會不會有些... 腳軟呢... 那麼... 看看吧 那麼... 我覺得這場都是和波的 我經常都是衰這些的 真的都是和波的 這場有機會和波的 我覺得 那麼... 至於西布朗 和QBL 其實兩隊自己都要拼命的時間 因為... 完全未安全的情況下 那麼... QBL都好像... 基本上都... 放定輸數啦 就是他那個... 俄士丁真的浪費了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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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球... 我會這麼看 嗯... 斯托成... 那麼... 就是怎樣說了... 其實他又是風流波的了 他這些都是風流波的 那麼... 那麼... 會不會大家都會休息一休息呢 那麼... 那... 那麼... 這些... 呃... 看完半場之後 可以給大家一些... 啟示大家的 我覺得 是啊... 然後就搬來到二次啦 那麼... 不需要說搬來一定拼命 那...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熱刺應該機會不大 我自己覺得 當然啦 其實數字上他是有機會的 搬來就要拿分 看看有沒有機會拿他一分回來 我也希望 因為對於利物浦是同級對手 當然是想搞低他的 但事實也未必那麼容易 他們開球的時間是星期日的8點半 然後到尾場11點 星特蘭對紐卡蘇 你問我評這兩隊球 我真的搞不定 一隊是鬼靈精怪 一隊就不知道 猜不到 當然星特蘭是不夠分的 紐卡蘇作客一向都是差一點 看高星特蘭的那麼多 因為紐卡蘇都教了分 一早就上岸夠分 所以他這隊球就是這樣 一上岸後就有點難 紐卡蘇習慣了 因為這隊球是慣成這樣 你說他完全想岸又不是 但他還沒排到他 小小啦 小小機會 那就和啦 再不是 和啦 都可以想的 然後星期一晚的凌晨 這場反而我覺得有點巧妙 因為現在車仔已經拋掉了曼城的情況 因為現在基本上車仔已經拋掉6分 計算了那場就有9分 如果車仔自己不申請跌分 基本上一路走下去都幾是 水晶宮其實都差不多上岸禁制了 但是還未夠分的 水晶宮也不容易對 水晶宮還要主場 看看曼城這班 全部都銀紙 扎了 當是砍砍的 底下會不會墜腳之下 就出事了 周中就有一場寶賽 就是這個 韋拉主場對QPL 然後就下星期六 下星期六 下星期六 大致上的英超預測就是差不多了 四十幾分鐘了 我也不想阻礙大家時間 再說一些無謂的事情 說幾句 首先想說回我之前鋪上去的龍門 大家千萬不要告訴我 我有沒有練過的問題 沒有啊大哥 不是沒有 是有 不過真的是很年輕的時代 而我當時訓練的情況 和他們現在有的家餐 或者各樣東西 是真的相差很遠的 我們是沒有那麼多 設備 設備上是有相差很遠的 但是練起來的時候 絕不比他們容易 就是我們以前要 所謂飛撲 那時候因為那些 facility比較差 沒有那麼多東西的時候 我們是試過找跨欄的欄 來練飛高波的 你想想多高 就是跨欄的欄 我們站在圓地跳 當然是矮欄 不是高欄 也有試過高欄的 但是高欄那些 要坐跑 就是要抱一步坐跑 才能跳過 矮欄我們是圓地也能跳過的 你說那些練的辛苦情況 都不太說笑的 當然現在他們練這些 很多就是練那個速率 有些不一樣的 但是你現在叫我這樣練完 練一半練十分鐘都洗澡 不要問我這些 我現在的體力 完全做不到 但是你說是否這樣訓練就OK呢 我也說了一句 香港呢 懂得訓練的人都幾多 但是有誰願意給你去訓練 和真的肯去訓練的 就不多 包括國家隊級那些 還要投訴說 人家針對他去訓練他 那你前國家隊龍門 人家當然要給點力去練一下你 你這麼高級數 當然要保持著你高水準 我簽你回來 坦白說 簽你回來打龍門 你的水準高過他們 才簽你回來 那你練的時候 又說人家針對你 特意要練得你很辛苦 不辛苦又下來這裡踢 又出這麼多的錢 那要怎麼找你踢你沒有著手 還要投訴到解僱人 哎 真的 這些都沒有話可說 這個就是香港的足球圈 不想說這麼多香港話 只不過剛好可以 抓到一下 對了 這個就是龍門這件事 還有 剛剛看得到一些比較悲傷的戰果 就是我們香港的U21 真的從來都沒想過 我們會輸給關島 再輸給台灣 就是 就是 只可以這麼說 人家開始萌芽發展 我們就一直這樣 是的 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跌 當然這個也是一個 的確是一個遺後證來的 你的足球總會裡面的政策 就會出現到這樣的情況 其實不只是香港 其實很多地方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以前的意大利都是這樣的 你還用球星還用外援 你不中青分 最後出來的結果 一定會 將自己的國家隊級的質素降低 或者有很多球員都沒有機會 在自己本土聯賽最高水準裡去踢 那怎麼保持呢 所以都是一個 自己的雞與雞蛋的問題 那這些不用多談 談得太多 老身常談得太多 自己想 那沒有什麼期望 那不會有希望 那OK 那最後我想說少少事情 希望阻礙大家少少時間 那就是 那就是 我這個節目 希望盡快可以 加回我們的 一些隊友 現在現役的隊友 個個都聲稱 個有個忙 但我 就算怎樣忙都好 我都要去做回這件事 因為 這個節目 我是一個 主持 主打的主持 負責人 所以我一定要做 那大家都聽 就是 聽就聽吧 如果你認為我一個人做 你們不是那麼 歡喜的 或者好像沒什麼火花很悶 那 忍來都忍 忍不住 我都沒辦法 那 所以在這裡聽到的 大家一個緣分 多謝大家 也有些很新的朋友 加入了來 支持我 多謝你們 希望我一路後面 會有一些新的轉變 可以令到大家覺得這個節目 再豐富一些 現在是寡一點 那最後帶回我 今天一定要懷念的人 哥哥 其實這支歌 我初初聽的時候 我也是很喜歡的歌詞 吸引到我 其實這首歌的melody 不是很吸引到我 但是這支歌的歌詞 很吸引到我 最後送給大家的就是 我 哥哥的我 下個星期回來見 拜拜 我 我永遠都愛 這樣 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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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都是造物着的光荣 不用闪躲 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不用分我 纠缠着光明的角落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阔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我 让调味开出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 依然深放得赤裸裸 多么高兴 在琉璃无中快乐生活 对世界 对世界说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在琉璃 依然深放得赤裸裸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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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 原來創業不用太貴 那要怎樣? 那你就要聽實Only One Radio的創業兵工廠 我們會邀請城中創業家上來分享他們的創業經歷 還有創業教室分享不同的創業技巧 緊貼創業圈最新的消息 就讓我們創業兵工廠陪你一起踏上創業路吧 Only One Radio首個法律節目 同大家講解中小企在創業路上必須要留意的法律知識 記得收聽由法業規管事務顧問官邻贊助的 法規先鋒 大家好,我是旭青的Step 在未來的4月3日和4日 我們將會參加在全灣洋屋道體育館舉行的 VIA城復活彈Super Lead 詳情可以去Facebook和IG Search BIA Super Lead 的專頁 到時記得來支持我們啦 多謝你收聽Only One Radio 的節目 想知道更多的節目內容 以及收聽其他節目 可以登上 3w.onlyone-radio.com